台东的曼不仅是都会人所向往的生活 也发展出专属于台东曼经济的多元产业以及经济活动 而今天上午新竹市长高鸿安以及市府团队 特地前来台东进行台东以及新竹城市交流座谈会 而台东县长饶庆林也以曼经济为主轴 来分享台东近年在产业观光智慧医疗 以及环境永续等各方面的实证亮点 县长饶庆林今天上午与新竹市长高鸿安及市府团队 举行城市交流座谈会 双方就台东曼经济与新竹市文化观光与城市行销等施政成果 互相交流学习 从新竹到来台东是最远的对角形 但是同样这两个城市有着非常类似又不类似的地方 我们一样又有一点不一样 新竹是全台湾最集中高科技的地方 所以台湾的high tech台湾的下一个十年其实发生都在新竹市 那么但是呢有一句话说创新时常来自边陲 因为我们小肥我们动得快 所以呢台东这几年我们也很努力的赶上时代的脚步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创新 未来希望有机会高科技跟边陲 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交流跟合作创意跟进发 为了都是让台湾更好 在积极推出以人与自然为本的观光活动之外 县长饶庆宁也强调 曼经济更是贴近永续的生活方式 不同于新竹市在打造安居科技城 台东则是观光和农业大县 透过城市交流可以互动认识 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 其实我大概2019年的时候在台东 我们那时候是我来这边背包旅行 那时候自己在过年的时候来环岛 然后道路也高台 特别留了一下年来第一次到铁花村 那时候感受到了台东 跟我在四年之后 四年多之后今天来到台东的感觉 其实真的差了蛮多的 我相信当你们踏上台东来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第一个首先就是设计跟创新的感觉 这个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在所有不管是从商品上 或者是生活上 甚至是他们的一个整个城市的识别上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饶县长跟王副县长 真的用了非常多的心思 在把整个台东成为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高市长表示 台东的改变真的令他非常有感 也肯定饶县长及团队近年来 不管是在曼经济 城市美学设计 与观光行销 文化艺术 农业等方面的努力 多过这场交流座谈 也促进双方主管间的互动认识 未来在市政上也期待 有更多的创意激发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